男子不斷大聲叫嚣大吼 圓景兩個人拉拉扯扯幾乎要打起來 你插我幹嘛 你插我幹嘛 你插我 你插我 你坐下看了啦 我插我 你都已經有罪了還要進去 我沒有 兩名圓景將人駕駐都沒有 實踐證男子語氣中喊碎也罪 你不要碰我啊 你不要碰我啊 他不停動手 圓景趕緊將他拉住 但還是口出惡言 一旁救護人員都在等待 這會發生在台北市中山區的巷洞內 男子喝醉了不斷嗆警察 是他還留著血 但他不知道為什麼流血 圓景貨報前去處理 沒想到因為他喝醉 根本聽不懂還嗆人 你帶你什麼東西 你帶你什麼東西啊 同樣也是罪言罪雲還嗆警察 動手動腳被壓制住 反控警察打人 中山區條路區在一樓 其實大多都是店家 而且許多的居酒屋 也因此其實警方都會在這裡設置 多個巡邏點 就像這樣 每半小時來巡邏一次 來防止酒客鬧事 其實中山區附近居酒屋酒店 甚至熱炒店 到了夜晚 酒客多難免鬧事 甚至之前幾起都是酒後亂嗆人 導致鬥毆事件 引起治安危險 也因此從酒客開始 圓景們都會加強戒備 將酒客們送醫 或是帶回派出所保護管束 否則就像這樣 好痛啊 痛幹什麼啦 盧帆天怎麼救世不離開 為了住戶寧靜 也為了酒客安全 圓景們只能苦笑 處理酒客在在此演 他們EQ 這個中文的